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472集 这个暂时还不需要 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们 你所知的有关于墓葬的情况 从你面向来看 你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如果你愿意配合 我不会要你的命 可如果让我发现你对于我有半分的隐瞒 那我可就说不好了 听到张凡这话 刺猬金的魂蹄连连点头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骗你 苍天在上 我若是有半分的假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很好 你口中所说的另外的路 除你之外 还有谁知道 没有了 这路是一只穿山甲精怪打通的 两年前他带我进去 拿了五十个金元宝 我们每人一人分了二十五个 可一年前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忽然就死了 至今我也没有查出来 他死亡的原因 从你说的那个地方进去 会被外面的人发现吗 穿山甲把密道和山体外的距离 掌控得很好 第三境以下的人 根本就发现不了 有生物在山体里面穿梭 就是那个密道有些窄 直径只有三十公分左右 你们恐怕很难进入 如果要拓宽的话 这个距离一旦掌握不好 很可能就瞒不过 第三境以下人的感知了 听到这里 赫安冷冷地问道 那你还说要带我们进去 你这不是耍我们玩吗 不敢 不敢 我是出于恐惧 想好保命 坦白从宽的心态 我才说要带你们去的 我当时没有多想 我说的句句属实啊 算了 你说的那个密道 可以抵达墓葬的什么位置 大概距离那个封堵的洞口 有七十米的样子吧 那边什么情况 有飓风刮动 一股股强大的妖气 从洞穴伸出传出来 就好像是一把把刀子一样 刺向我们的灵魂 我在第二境第三段的时候 勉强可以扛住那股妖气的攻击 只越往里面走 妖气就越是浓郁 攻击性也是越强 所以我根本就不能再继续深入 直到一个月之前 我的实力到了第二境第四段 才可以再继续地深入十米左右 现在我可以抵他的位置 距离洞口有八十米 从他的话来听 喀神深入三十米的时候 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 应该就是因为妖气导致的 那你在能力范围之内 所去过的地方 都见到了什么 一些个金元宝 还有九蟒壁图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在距离洞口八十米的位置 有一个直径大概是 五十公分的 类似于日轨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过据说 网上面连续浇灌十五天 喀神这种墓主后裔的鲜血 这个类似于日轨的东西上的指针 就会刺破虚空 墓葬里面的真正宝物 就可以出现了 这宝贝可以让我一下子 到达第三境 这就是我要喀神鲜血的原因了 你这些个消息 都是听谁说的 听穿山甲说的 他活着的时候实力比我强 他是可以走到那个 类似于日轨的地方的 那个时候 他一直在找墓葬主人的后裔 想利用其鲜血 得到墓葬的宝贝 但是始终都不能如愿 也没有找到 但是我找到了 我已经往那个 类似于日轨的东西上 浇灌过一次了 今天本想再浇灌第二次的 可是 说到这里 刺猬精的魂体 偷瞄了一眼赫安 赫安眼神狠辣地回腾他一眼 刺猬精急忙把头给低下来 张凡则又问 你是如何得知 喀神是墓主人的后代的 当年跟喀神一起进山采药的 那个同伴的老婆跟我说的 喀神的血 不是可以镇压飓风吗 张凡文言看了眼 刺猬精魂体 又问 你已经浇灌过一次了 那类似于日轨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能看出来 估计 次数多了以后才可以显现吧 那你还知道 有关于墓葬的别的消息吗 不知道了 有关于哈萨克国 巴克斯的情况 你了解吗 了解一些 我和巴克斯的首领 是见过面的 听到这话 张凡和贺安都是微微惊讶 这一点 二人倒是没有想到 两位应该知道 我们刺猬精 在民间被称之为医仙 他找我给他看过病 听到这话 张凡和贺安的脸上 浮出了一抹恍然来 张凡也听伊万说了 巴克斯首领的病 要比他严重得多了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两个人 见了第二名 由于他的身体状况特殊 根本吸收不了药物 我以按摩穴位的手法 帮他减轻了一些痛苦 也同样 给他拉了一个食疗清单 这也是我可以做的极限了 那一你看 他的那些病症 多久会导致死亡 这个 虽然他身上病症很多 很是痛苦 但是都未伤及根本 五年之内应该没问题 不过 在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 他应该也不会再怎么过问 巴克斯的事情了 哦 何出此阳 我给他按摩的时候 他的近视过来禀报 说有一个 叫做伊万的统领求见 他直接拒绝了 而且还跟内侍说 这两年 他都不会再见别人了 等近视退下以后 我就随口问他 您这两年要去寻医吗 他说寻什么医啊 是要去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 再往后他就不肯说了 我也就没问 张凡听后若有所思的点头 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 不知道自己和伊万 还要啥等多久呢 看到张凡面带思索 自卫静又问 大师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暂时没有了 那您什么时候肯放我呀 刺猬精的眼神里 带着一抹祈求 该放的时候 自然就会放你 赫安把话接过来 然后打开小字屏 将刺猬精收入屏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